就这样 她经历了磨难 待摩气散尽后 就来到了我们天夕宫 一直在照顾你 每天端茶递水 洗漱尖药的 一步都不肯离去 想不到 叛君还有 这样的一日 还能有这等福气 盼得牧女相见的一日 国主的好日子 还在后头呢 她去给你煎药了 老奴这就把她换过来 先别急 我醒过来的事 先不要传出去 为何 莫非 国主 我听说 是国师 从仲昊的手上 把你救出来的 是真的吗 国师救我 他若知道本军醒了 他若知道本军醒了 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我 国师 国师 小福 拿碗来 是 我 你 没 国主 醒了 国师来得真及时啊 国主醒了 锦绣自然是要来的 如果来晚了只怕 要在死牢里和国主说话了 你倒是坦诚 已然是冰戎相见的人 没必要再敷衍彼此了 你是来杀本君的 我真的不想 不想 只是我不杀国主 国主就要杀我了 众号开傅陵渊 是你操控的 起初不是 后来局势变了 锦绣也只能顺水推舟了 开启傅陵渊 乃是大逆之罪 我玄鸟一族世代中两 况且 我也无法开启 国主是知道的 我父亲声名尽毁蒙冤而死 我玄鸟族举足被害家门败落 这中间的无奈 国主 可以理解吗 你要杀我 为何没在我昏迷的时候动手 不想要杀我 那怎么知道 可是这个人 对 对 有 也不说 没 这一目最纯能文静的 我 别的睡下去 直到有一天 我们可以不济浅嫌坦诚相对的时候 也许 可惜 这一切被人识破了 君 你何时真心把我当国主 对你而言 我不过就是帮助你实现野心 掌握大权的一个工具罢了 只怪我 领悟得太晚了 你忘了当初对我的承诺吗 是你骗了我 是你负了我 罢了 都过去了 我知道 国主生性纯良不擅长勾心斗角 这也是我选择你 助你的原因 那原度是我的弃生父亲 即使他杀了我的夫君 我又怎能像他一样泯灭良知 下次毒手 罢了 事已至此 也许是你 作为你的人 你什么是人 有 你怎么能说 你对你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你不知道这些事 我死后 你不可伤害他们 灵犀善良 报卿天真 锦绣一定会对他们敬爱有加 绝无恶念 更何况 国主去了 我大仇已报 再无威胁 山灵族也就太平了 你要记住 你的承诺 灵月 锦绣何曾对你食言过 国主 国主 不要 你这个逆贼 当年要不是国主替你求情 你早就和你那一家人死在一起了 哪还能活到今日 你这个妄的死 萧芳芳 她是一定要随国主去的 锦绣 你不可能永远这么猖狂 终有一天 你会自食恶果 也许会有那一天